随着生物认证护照技术逐渐成熟 从今年10月1号起 16岁以上的本地公民申请更新护照时 新护照的有效期将从目前的5年延长到10年 而护照申请费则保持不变 移民与关卡局发文告表示 延长护照的有效期能减少更新护照的次数 为国人带来更多的便利 至于16岁以下的国人 鉴于儿童的面部特征变化比较快 护照的有效期继续维持在5年 以减少通关时所面临的身份识别问题 为了配合生物认证护照的推出 当局曾在2005年 将护照的有效期缩短到5年 以便监督这项技术的稳定性 生物认证护照至今推出已15年 当局对护照的微芯片的耐用性 有了更大的信心 因此延长护照的有效期 将不会损坏我国护照的安全性 ok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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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就让你来